字幕提供 都市人越來越注重健康飲食 又要食得足夠經濟 沒問題,有大廚出手 教你用有型食材 泡製三滴美食 好,來吧 到了夏天,最常做的一定是這塊苦瓜 當然是苦瓜,你很不喜歡它嗎 不是,我最喜歡吃的就是苦瓜 知道了 那你知道苦瓜又叫半生瓜嗎 我知道,夏天一定很著名 讓我做一個苦瓜菜式 讓你可以延年益壽吧 謝謝 今天我們做個沖繩峰的苦瓜豬肉炒蛋 為甚麼是沖繩峰 我會看到陽光與海灘 有些日本年輕少女 穿著比堅尼的爭口,嘻嘻嘻嘻嘻 這樣嗎 當然是基本的 除了基本之外 味道上也有沖繩峰和和的調味料 可以配合 是 配合畫面 有味醂 是 有堅魚粉和木魚碎 有溫和的食材 滋潤有康,才能想像畫面 對… 這是硬豆腐嗎 硬豆腐 令它炒的時候沒那麼容易鬆散 我們先把它切粒 是 吃的時候也不會散閃閃閃 起碼還有畫面 好 削完豆腐後,然後加入豬腩片 煙肉的前身就是豬腩片 先加一些簡單的調味 好 先打開三分 醃一下 醃一下 對,醃一下 用鹽和黑胡椒 好 鹽 對,醃一下 好 醃一下 這道醃菜是不喜歡加油的 對 我記得了 你記得了嗎 對,我記得了 我不是油王,我健康的 我們健康路線 是否有甚麼意思 加了多油的… 沒意思的 我覺得小油是健康的生活態度 我們先處理苦瓜吧 好,我早知道吃苦瓜 好,我們今天選擇大釘苦瓜 大釘是甚麼 大釘 大釘苦瓜 你看到它比較凹凸凸凸凸 像是釘,然後凸凸凸凸凸凸凸 那種叫做大釘苦瓜 這款跟我們在茶餐廳吃的 苦瓜炒蛋不一樣 不是同一款苦瓜嗎 其實坊間在香港比較容易買到 就是白苦瓜 是 今天做的大釘苦瓜 還有一款長一點,比較淡色的苦瓜 這個不要了…你想要嗎 可以做甚麼 這個沒有用嗎 這個沒有了 因為是最苦的一款 是嗎?它很苦? 比較苦? 能接受嗎 我覺得它不算很苦 其實我覺得不太苦 為何我吃過那時候會覺得很苦 我知道了,因為是半生瓜 我現在33歲,半生 即我最多只有66歲 我要珍惜我的時間 我不怕,先走了 對 所以你甚麼都要吃 我現在開始去環遊世界了 你不要,你先拍攝吧 你先吃今天的菜式吧 剛才我做了一個動作 把裡面的狼狼 你最怕的、最苦的位置都去了 對,保留一點吧 又沒有全都去掉 為何要這樣切 我們配合整體菜式的形態 是 將它斜切 配合豆腐、豬腩片 還有製作雞蛋的形態 對,而且造型比較漂亮 除了配苦瓜也可以清熱解毒 除了配苦之外 不只是苦,也可以幫你清熱解毒 對,對身體有營養和健康價值 對,沒錯 加少許鹽,讓裡面的水分釋放出來 你吃的時候就不會太苦 但也會苦 是否加得越多鹽,它就會釋放鹽 不是 你加得越多鹽,令它越鹹 對,因為我試過 對,你嘗試過加很多鹽 對,我嘗試過用你很牽身的想法 我加很多鹽,不是不苦 但不是的,是很鹹 可以嗎?現在這樣… 我覺得可以了 然後捏它 好 然後讓它釋放水分出來 那我們現在… 我們可以先起鑊 做甚麼呢?可以煎豆腐 要加油嗎 好,來吧 好,然後把豆腐粒慢慢加進去 可以 小心點水 謝謝 我們煎至它的邊有點脆 對,四邊都是金黃色 還有一些脆身 待會你吃下去的層次就會豐富 好 這個沒有難度 這個沒有 沒有障礙 這個絕對可以 煮完後,豆腐、豬肉和蛋 會否有苦味 理論上是有的 因為我先加苦瓜 苦瓜在底下 我會加其他食材 要散在鑊上 對,其他食材不是其他食材 要一起加進去味道 但如果我先加豬肉和豆腐 最後才加苦瓜 就不會有這種情況 好,金黃色了 好 是否可以… 好,先關火 然後將它放進去 說這麼快,它已經開始有少許水分 對,有少許水分 對,所以記得將它放在頭上 沖水,不然待會就會很鹹 腐瓜沖完水後 它就希望沒那麼苦 是 對你來說 可否試一塊小狗 我也試一下 不太苦 不太苦 好,不是,很苦 只有苦中苦 我最喜歡吃苦瓜 光為人上人 我們先加蒜蓉 好 隨便吧,你說甚麼 我先加蒜蓉 人生怎樣了 會盡量這麼久 我只知道我說話有很多水分 經常都被人說了 好,先炒香 用最大的火 令它的草青味和苦味 可以盡量炒出來 因為有煙炒的動作 可以令苦澀味減低 是 如果人們喜歡吃苦的話 其實就不用用這麼大火炒 理論上是 但它會保留了草青味在裡面 是 好,我們加豬肉 好 好 我來吃苦瓜 好 我來吃苦瓜 我來吃苦瓜 吃苦瓜 很濕 豬肉的味道很香 很濕 真的沒有煮苦瓜 是嗎 對 有人說沖繩的苦瓜是很出色的位置 出色在甚麼位置 出色在它自己種 因為日本的文化很英俊 就是把最漂亮、最美味的 保留在本土國家 是 本地的人民享用 所以它會有錯色出現 我也覺得是對的 炒到豬肉熟 你可以加豆腐 好 好 這隻豆腐,你怎麼炒也不會困難 我平時… 我平時吃火鍋 也喜歡用硬豆腐 因為滑豆腐 你放進去,很快就會變化 它很容易撞著,就會散開 所以這隻可以讓你怎麼炒也不困難 而且剛才你做到先鋒的動作 令它金黃色,可以鎖住水分 寶寶,我發雞蛋 好 好,炒至豆腐和豬肉 已經吸收苦瓜的味道 這個時候… 是我一手造成的 放鑑魚粉 好 鑑魚粉 還有味醂 好 鹹香味來自於蠔油 是 如果不放鑑魚粉 放鑑魚汁是否同樣的味道 可以,沒問題 好 好,那你放一點砂糖給它 好 這個全入味 夠了嗎?砂糖 不得了 多放一點 給你機會多放一點 好… 我再放… 你一手造成 再放就不是這樣放 我整瓶倒進去 真的好像蜜糖 到時真的甜品 對 好,繼續拌勻 讓它的水分再收乾一點 好 然後這邊我會放雞蛋 好 你幫我快炒 做蛋花的效果 明白 3、2、1 來吧 好 不過我們不適合的 是嗎 3、2、1 好 好,又撞到了 對… 沒有太默契 真的沒有太默契 我們炒好後 加上無魚碎 這個沖繩風的苦瓜豬肉炒蛋 就完成了 最喜歡吃苦瓜 我最喜歡吃苦瓜的 知道你喜歡吃的,快點吃吧 我不客氣了 我交給你 先試豆腐吧 先試豆腐嗎 比較清淡 先試豆腐有苦瓜味 有點令苦瓜味 這是嬰兒版的苦瓜味 對 然後先試豬肉吧 豬肉,對 你真的吃我一層層的味道 我們吃東西要有層次 做人也要有層次 它有一點苦味滲出來 有一點苦苦澀澀的味道 我給大家看看甚麼是經驗 我跟你一起吃,不用怕 苦瓜很好吃 它很好吃的位置是… 它很爽脆 好像在吃火鍋味 很喜歡吃鍋筍的食物 它有鍋筍的質感 但它比鍋筍更多一個層次 就是苦味 吃完後加到很霉甘的味道 說真的,我覺得這是入門版的苦瓜 如果想嘗試吃苦瓜的人 真的可以嘗試這個菜 對 如果拿來送飯的話 應該會很好吃 很好吃 起碼連不吃苦瓜的朋友也會吃 這個我可以接受的 我可以接受的 讓我接受的 你看到一定會兒 好甜 الذي 可是它就會有一個 所以… 我可以接受的 而且在各種… 他們不接受的 還有… 不用 certeza 你… … 我可以接受的 達成果 即是… 立刻 他真的… 你看到很多人 在我 我可以接受的 比方 我真的很喜歡吃戶果 我也辛苦你了 讓我做個甜品給你吧 抹茶阿麻芝麻薯果子,好嗎 好嗎?來吧 好,好嗎 好 Mabel,有說有阿麻子的阿麻呢 阿麻?在家裡 你真的不想回答我 當然,我們今天要煮抹茶阿麻芝麻薯果子 果子是軟了,好像甜品 有點硬的,是嗎 也可以這麼說,但其實是果子 形狀比較小,一口一口 而且會比較優雅 我覺得已經很優雅 謝謝 好,我們開始了 好,首先有淡牛油 是 先把它煮溶 淡牛油,我們先用比較低的火 慢慢煮溶 是 因為牛油比較容易焦 低溫一點火,慢慢煮 另一邊有牛奶 是 砂糖和高筋麵粉 先把三樣混合在一起 好,來吧 你有分別要先放嗎 沒問題的 我信任你可以… 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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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拌至沒有粉粒為止 即是待會變成張狀 還未到達張狀 但有一點黏稠和… 對,近期的形態就可以了 可以嗎 可以了嗎 可以 好… 好… 這邊剛才看到有一點粉粒 我們先把它裹過篩 好 把攪拌不均勻的東西裹過 原來我發得挺不均勻的 是嗎?你也裹過了嗎 對不起 不要緊 還說有進步 不要緊 我還是不開餐廳 我跟Label教訓開主食教室 煮食教室也好 是嗎 對 現在很多人喜歡做這些 其實現在很流行 好,這邊可以了 我慢慢加上粉粒 然後繼續攪拌勻 火力也要開小一點 先保持這個 可以進取一點,讓大一點火 好 令它有點黏稠 但又沒有黏稠 即是有點稠身的感覺 稠身的,可以做成粉糰 明白 黏稠… 即是現在這樣 我看見Curon在刮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有點拖著 有一點,對 但要令整體整體都要溫暈 即是可以蓋成一塊東西 蓋成一塊,對 而且要滑流,不要蓋成一塊 對… 突然很快 突然這麼快? 接著…是否要離火 離火,對… 好 攪拌勻,對 它的變化突然很快 對… 看它可以再稠一點 稠一點,稠得好像… 中間是蓋成一塊 對 類似這個面積 要蓋成這樣 好像差不多了… 好 你看見它真的成一塊蓋成一塊 對 現在要先放涼它嗎 不用,我們直接搓也行 好,你那邊繼續攪拌 好 應該差不多了 好 這邊我要將三個食材混合在一起 會有抹茶粉 因為我們今天做過抹茶口味 另外這是木薯粉 即是生粉,我們平時說的 將它混合在一起,做到嚴韌的效果 另外,我們想做一個健康版本 我們會加阿麻子 阿麻子? 對 阿麻子不用煮的 可以就這樣用嗎 這個可以就這樣吃 但有些是要煮的,對嗎 這個已經熟了 這是金黃色的阿麻子 好,接著先加進去 要加進去嗎 對 我覺得味道如何 有一點青青的味道 青青的味道嗎 像芝麻嗎 不太好,我覺得沒有芝麻的香氣 但它給人一個健康的感覺 是 不知道這個健康的感覺 因為它真的健康 阿麻子對心臟好 是 本身有些油分 特別是有些朋友不能吃魚、Omega-3 經常說吃三文魚 用Omega-3就可以在阿麻子裡拿 阿麻子油嗎 對 即是煮東西吃的 那些很昂貴 對… 對,就是那些 對,健康的食物也是昂貴的 沒錯 這邊會混合木薯粉和抹茶粉 是 好,我把全部都交給你 你把它混均勻 好 為甚麼比平時在桌上混均勻 是比較複雜的 不會 它現在沒有剛才那麼黏 現在加了一些粉,這樣可以嗎 不行,因為我們先加了粉 加完後會成形成像麵糰般的形態 現在拿上手後還有一些黏糙 黏得是把手黏著 好像是 這個狀態不用再加熱了 不需要再加熱 你看看,做得不錯 挺不錯 越淡越少了 對 已經在鼓勵你 你信心可以多一點 它整個變成綠色了 對,因為我們加了抹茶粉 不用抹茶可以用甚麼 是綠色的 你先拌勻,你繼續想 綠色,不用抹茶粉 我知道可以用芫荽粉 你看看,這個很好吃 你看看,這個很好吃 芫荽粉,然後再加紅豆 你這麼絕,最多想到沙蓮 我覺得你還差我 不是,我覺得你比較絕 你看我這邊也很成功 為何你跟我做相差那麼遠 其實我只是想讓你看個分別 看到了 要不然我就站在這邊 不要 輪到我站著,交換後位置 對,它越來越嚴重 對,最重要是把所有粉 白色的粉都放進麵團 讓它成形成為粉團 這樣便完成任務了 對 好,這裡就可以了 好… 好了,拌勻好後 開始製作了麵團 你感覺一下它的質感 有點彈性、有點嚴重 對,因為它是高筋麵粉 所以會比較嚴硬 就像做麻糬一樣 是,明白 我們今天做六顆 好 一人一半 好,感覺一下它會否很黏手 如果真的很黏 可以用木薯粉做手粉 讓它不要黏著你的手 好,明白 好 紅豆你會吃的 紅豆吃,最喜歡吃 對 你看看我會弄不點粉狀 那你更加要克服它 這個麻糬粥的大小應該是這樣的 沒錯,先分成三顆 好 另一邊會有紅豆蓉 你喜歡吃的話便可以了 我喜歡,我剛才在想 我們不要做一些古人的味道 如果是正常的味道 可以放甚麼味道在麻糬粥裡 紅豆,因為紅豆和抹茶很合格 好,把紅豆蓉放進去 對 紅豆蓉放進去 對 然後放進嘴巴 放進嘴巴 然後搓成圓形 這個簡單吧 你說得簡單 對你來說 沒問題 好像真的有點醬 對,我做甜品 真的會有一個莫名其妙的 做不到的狀態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其實你不是這樣的 對,我真的做不到甜品 對,用醬心的力 醬心 可以搓成光滑 好 待會煮完後,它會漲氣嗎 它不用煮焗 焗的嗎 對,待會放一個六個 它會稍微稍微漲氣 因為熱醬冷縮 包成這樣就可以了 裡面的紅豆餡不會爆出來嗎 理論上不會爆出來 你這顆不敢說 為甚麼 因為有少許紋 這些吧 好,我們快點拆開它 好 很有趣,我覺得這個很好 不用放冷也可以直接處理 這顆可以的 因為木薯粉和麵粉 不會放得很冷才能做到 也可以做到型 而且我們待會可以烤 好,這是你的第一次給我了 我們將它放在焗爐上 用180度火烤15分鐘 然後再轉高溫火200度烤10分鐘 對,因為想轉火 令它表皮更脆 明白了 這樣就完成了 好,開始 開始 用了200度火焗10分鐘 令表面是金黃色和脆的 是,然後裡面會比較軟 會比較咬口 感覺 對,買吧 你們聽得懂嗎 你那個有很多紅豆 對,這個是來爆的 很好吃 好,大家看到它淺色的位置 就是比較脆 所以裡面有咬口的煙靈 而且抹茶的味道 是在煙靈裡湧出來的 配合紅豆,沒得受 還有別忘了阿麻子 它的角色也很重要 沒錯,因為它是一個健康 很有營養價值的食材 沒錯 我幫你吃了兩個很有營養的食材 我覺得有些食材你不喜歡吃 但你只要找到一個 可以令它的特質減輕一點的方法煮 其實這些食材都可以讓你嘗試一下 而且吃完之後真的會有營養 即使苦味、甜味、酥味 每種食材都有不同的特性 都要懂得如何發揮 令不吃的人乖乖地吃 那麼我們就成功了 我最喜歡吃苦瓜 但我更喜歡吃這個 很美味 我只是在煙靜裡 謝謝